我覺得很多客人都不會留意餐廳的名字 只會說粉紅色那間 這間粉紅色的店位於則如蔥 是主打平民價的西餐廳 由兩個做西餐做了十多年的男生主理 被網民大賺性價比高 午市60元包主菜和飲品 還有逢星期一就轉餐牌 開業九個月以來都未重複過 一個星期都兩三次 最主要是因為每星期菜餐都不同 所以吃也還有新食 有新鮮感 會想整天回來 生涯比高很多 我正在吃的是師傅的手工 而不是其他租金的東西 因為這裏過了兩點之後 就會有八折優惠 即叫即正壓 特別熱壓新鮮 我們持續每個星期都會轉新餐牌 前後都轉了百多款的食物 即下星期一 可能我今個星期二三 就開始去判定 其實一開始是我們想發揮 我們這麼多年學的東西 因為其實人來說 我自己覺得沒有能力 不是說最慘念的是 你最慘有能力不能發揮 記者再試了今個星期限定的 紅酒雜菜燉牛辣肉飯 牛辣肉用餐紅酒醃過夜 相當入味 每口肉都有酒味滲出 師傅燜完再用豬鐵鍋去煮 保留到肉汁和溫度 即使吃慢了都不怕送電動 另一款牛油煎魔鬼魚蜜魚質飯 都幾有驚喜 一來想不到60元就吃到魔鬼魚 軟骨都尚算爽脆 二來半碟的白豆蓉是師傅自己打 味道都幾濃郁 性價比是不錯 但環境就不是那麼好錯 桌面也偏小 其實好像我現在這裡 比起外面自己打份工 還會少很多人工 少一半年以上 附近的客人說 其實這間店 七年已經轉過起碼八手以上 有些做了三個月已經沒有做 他們會問 為何你們這麼用心 做這些質素的東西 為何你賣這個價錢 賣貴一點 他們都知道是難捱的 有時可能有些客人 還會吃一個餐 給多一個餐的價錢 買多點心思 放一些低成本的食物 而去做得好一點 他都賺少一點 我們怎麼做都可以